主上 善人 我們剛剛那個靜坐 我相信是真正的靜坐了 沒有我的干擾 其實我們這支箱是修本尊 我們還是整個很快地說過一遍 事實上我們這個法本 已經是所有能夠直接修的最簡單的版本 雖然是很簡單 但是事實上它沒有漏掉任何東西 也就是在裡面 從念誦上需要的保留 其他比較重要還是 你真正的去慢慢的體會 因為有時候文字太多 會變成被文字綁架 只念了就念不完 念不完就沒辦法感受 所以我們把盡量需要念的 盡量減少 那關的部分保留多一點點空間 那關的部分也盡量減少 真正最重要的是怎麼樣子 去懂我們的心 所以應該這個法裡面最重要還是 是空明雙韻 也就是說讓我們的心本具的那個明空 能夠讓我們去體驗 明空不是觀出來的 不是觀出來的 是本具的 那本具呢 我們說你要了解它其實 先從它起的作用 起的反應 來了解 這邊不去攀岩不去創造 不去取靜也不去生心 這樣才能夠真正回到空明 但是為什麼證明它是空跟明 因為那個靜你如果沒有能 不是靜就消失了 能如果不著靜 不是能就消失了 能跟靜都本具的 但是在這裡也就根根成是本具的 不然你就不叫生命 我們有生命當然就有六根 有六根就對著六成 我們現在指的是作為人 那如果其他的生命體 當然不一定有六根 也不是所有生命都是六根 但是你既然生為人 就有人的基本條件嘛 那這個六根六成 其實它起作用還是來自於那個心的作用 那心是根本嘛 根就是工具啦 成是這個工具所要去攀 所要去起作用的對象嘛 但是真正這個能夠起作用的是我們的心 那個在嫩言經裡面 叫做精精華的精 所以 眼有眼睛 耳有耳睛 聞精 就見聞秀長覺知 它的根本的來源 其實是來自於我們的心 而既然所謂精 就它有作用 它有作用 但是它沒有色 沒有質愛 在佛法裡面 你不要看到色 就把它解釋成顏色 佛經裡面色都不指 不是在指顏色 都是指 有質愛的東西 不是在指顏色 顏色其實只是色成裡面的一種 我們說 白法 白法裡面 色有十一種 有十一個色 所以色絕對不是指的是顏色 如果把佛經裡面色解釋成顏色 不對 就直接就講錯了 所以我們在這邊 一定要千萬要很小心很小心 包括我們 佛經研究半天 常連心意識都還搞不清楚 那它本來就 不是一個絕對的名稱 但是會按那個名 一定有它的條件 有它的目的 有它的規範 還是要把這些弄清楚 才不會混在一起 因為混在一起以後 很可惜 經論講得那麼細 但是我們的心還是一塌糊塗 那就失去了那個作用 不是硬要把我們這個心 分得枝枝碎碎 但是你還是要分得清楚 在哪一個階段在講什麼東西 所以我們剛剛提的是 有這個文字帶領我們去修 去進一步 除了念以外 你唸熟了以後 就要開始進入觀想 那觀想到最後其實 也是在檢驗我們的根 甚至檢驗我們的體性 我們是由靜的清楚 來證明你這個根銳利吧 我聲音可以聽得很清楚 來證明我的耳根沒有受損 那我的耳根跟靜 清清楚楚的對應來證明我心的作用 沒有被遮掌 所以是一層一層回來 才找得到 包括我們說靜座的時候 先從觀呼吸 其實目的不是在觀呼吸 從你可以把那個呼吸的錫像 弄得清清楚楚 來證明我們這個能觀 是在的 而且是完整的 從能觀呢 如果還落在能跟手上面 還不是吧 到最後還是要回來 那個也不是能 能不是能 鎖不是鎖 而是在一片 空性的緣起裡面互動 互相的呼應 是在訓練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怎麼樣去 把那個能鎖 變成一種召見 那個召見就是我們的明空 那 因為有空 有明 有明必然就有召見性 但是能知能見 不要生出一個知見者 不要生出一個所知所見物的法 我們把知見立志就變成我吧 那知見能見 能見外向變成法 所以這就越弄越對立 而事實上不是對立 它是本來就具足這種功德 我們的生命本來就有知見性 那一切法呢 有顯現性 有空性 透過因緣具足 顯現象 顯現這個法 這個法存在 法現前的 因為有空性 所以才能結合 結合因緣 因為結合因緣才有法可現 所以還是不離空明 還是不離這兩個東西 所以我們如果懂得 這個最根本的東西 因為空不只是空 那以現在物理來講 空不是一無所有 空本身這個具足一切的能量 那就懂了 如果空只是空 沒有明的話 沒有能量的話 它不能 我們說生亂法好了 和其自性能生亂法 其實也是在講這個東西啊 所以不要 不是要否定 不是要排斥 臣來保留根 也不是要排斥根來保留性 都不是 它是同時存在的 是一體的 但在這裡面 一立能索以後 就節節敗退 我剛剛講半天是講說 這個法界 包括我們在這個法界裡面 生命的生諸意面 其實都是實相 都不爭不減 也可以講這個原成實 原成實不是空 原成實裡面就 含那一切東西 既然講含那一切 就不是只是空 但在這裡面 沒有離開空性 然後在這邊空性呢 原成實出來一點點 就變成一塌起 一切都是依他 就依靠著其他的條件來形成 所謂的我跟法 那在這裡面呢 再往前移 變形有 變形 我們意識裡面 我認為什麼就是什麼 那個就變成非量 變成不對了 這個不對 去掉了執著 去掉了分別 你就回到客觀的 或者圓起的一塌起 回到一塌起 沒有能生所生 就回來原成實吧 這個就是佛法的三轉法輪 最後轉的佛法 也就是最圓滿的 最完整的 它不落空不落油的 這個才是真正的圓滿的佛的教法 所以這個章案在之間上 或許有人也不一定同意這個樣子 但是不同意的話 你能更好嗎 有比這個更好的嗎 天天講空有什麼用嗎 沒有什麼用吧 所以 知見引導我們的行為 然後 證明我們的成就 你說知見若偏空的 最高最高就解脫了 若有的 在圓滿的輪迴裡面的上端 所以我們輪迴裡面 因為你強調有 深信因果 強調因果 那在這裡面當然 最多你就是天人吧 就是天人 天人的生命體 所以找有不能解脫了 找空不能成就 所以你找兩邊絕對不是 而事實上呢 我們就是一個圓滿的 靠著一年成就的現象而已 我們生命也是這個樣子 那當然這裡面的因根源 在佛法裡面講就是 我們累生累劫的業力吧 我們累生累劫行為的 所形成的這個種子 或者講它的前世力 潛在的那個力量 造成我們生生事不同的延續吧 那在這裡面其實都是 連續性的 當然連續性不是必然性 如果連續性是必然性 叫性不轉 那因為空性所以隨時在轉 所以不要理解錯了 這個很難說清楚 但是如果你慢慢的去 把不對的拿掉拿掉拿掉 留下的 有一個叫做對嗎 把我們知道不對的都拿掉 不如理的都拿掉了 剩下什麼 當然我們會說剩下如理吧 這個是語言上講嘛 事實上剩下什麼 什麼都不剩啊 因為已經不相對了 已經沒有對跟不對了 但是在我們過程裡面 真的是有對跟不對 因為我們從一開始 那個無名義起 我義生起 就是相對的 就落邊的 從一開始的落邊 那我們要知道 一落邊就不對 因為沒有邊可落 所以就只能見招才招 修行呢 你若不起心動念 那心這時候是沒有作用的 你怎麼用功 怎麼使力 就好像說我們在 比較誰比較有力 總是要檢驗一下吧 他不是一個抽象人 那誰叫做真正的大力 沒有極限啊 沒有極限啊 所以 比較只能在相對裡面比較 絕對無有比較 那我們也是一樣 我們既在相對裡面 又在絕對裡面 我們一直在講 我當然是緣起 但我不能取代 所以我是絕對的 沒有任何人可以取代我 但是我有那麼偉大 那麼厲害嗎 少你法界也沒有增 沒有減 但只要你存在 所以越不能代受 當然我們可以回向 可以回向 但不是代受 是把我們有的 菠蘿蜜 就是我們的資糧 去跟人家分享 這個是說得通的 但是說我來代受你的業 講不通 你 包括你幫人還錢 不是代受業 是把你的資源讓他去用 不是代受業 他還是一樣 業力還是在 他欠人家的業力還是在 不是你幫他還了他就不欠人家 這個因果一定要弄清楚 這弄清楚以後有什麼好處 就是我們心裡面 隨時都是一種 如理思維的狀態 沒有任何的投機取巧 剛剛 因為這好像也是很深的因緣 也是拒絕不掉的一個因緣 剛剛我的那個 算是學弟吧 好像少我一件 他現在是中游的董事長 剛剛約了說要來 談一些事聊聊天 聊天 就這樣聊一下天 一般我們可以這樣 到這樣子的 我剛剛聽他講話 我一個頭兩個大 意思不是什麼 意思是人的智慧 人的能力 雖然是同學 他可以訓練到這麼樣子 強的能力 我一聽他講 我說一個頭兩個大 都超出我的腦子裡面的東西 譬如說怎麼經營 公司怎麼跟政府互動 什麼這些 那是很複雜的事 我這個有點白癡又單純的生命 就是聽那些聽不相應 但是雖然不相應 還是可以給一些正面的 對應 不是我聽懂他在說什麼 我也知道這個學弟不簡單 能夠做到 國用事業裡面最大的董事長 做最大的國用事業的董事長 真的是不簡單 然後還能夠保持本來面目 這個意思也就是不用去歐世 我們曉得這個官場裡面 這個是不成文的文化 你要升官要什麼 大家都要打點 他就可以做到不用打點 還能夠做到那麼大的一個職務 只是憑實力 他為什麼有這個實力 也是一樣 他學佛學得很早 對因果 對因果 了了分明 很清楚 他有他的原則 絕不妥協 我們在講菩薩界裡面 有一種說法 就是說 如果 有一個 刀子 做的輪 在你的頭頂上 在那邊轉 轉轉轉 準備要把你轉掉 最後把你的頭 斷你的頭 你都不能犯戒 寧可斷命 不能犯戒 寧可 就是吃虧 不要違背因果 這個是一個 只要我們保持這樣子的一個原則 其實我們的生命一定不斷的增上 因為我們就違背因果 所以會墮落 你只要是依因果來的 雖然慢 它會慢慢增上 因為一切都是如理 都是正能量 所以 學佛學半天不是要你 智慧很高 可以說空 可以說有 可以說這些 沒有 到最後 落實到 回到 了了分明 因果 身心因果 因果就是言成實 所以一個修的最好最究竟的 還是身心因果 依法 奉持 不管你修的多高 意思也就是你即使成佛 還是要身心因果 依法奉持 不能耍花招 沒有那一回事 所以 如果這樣 我們心會不老實嗎 我們心一老實的話 會有煩惱 自自然然 所有生命都隨緣 你跟哪邊有緣 你就去那邊出生 就出現 顯現 在這空裡面 雖然是空性 它是有一個業力 因果力的 在裡面流轉的 你該流到哪邊 就到哪邊吧 那我們現在都 用那個強烈的分別心 我想到哪邊 我不想到哪邊 就好像我們讀書也一樣 你想去第一志願 問題你沒有條件 你想也沒用 你如果有那個條件 你自然你要到第一志願 第二志願 什麼隨你變 你可以是可以讀台大一科不讀 你可以可能是選 另外一個學校的科系吧 那隨便你選的 因為你條件夠 你有選擇前 否則 那選擇前是 除了記住那個條件 你還有自己要怎麼樣 不怎麼樣 是可以的 那你如果沒有這種條件 你要 要不到 你不要 我不想去讀哪一個學校 但是一分配下來 就把你分到 那個科系你也只好讀 這個就因果 你不能違抗的 所以修行還是不斷的在 政治正見 依著政治正見起正念 依著正行 依著正行獻正果 就這個樣子 一個推一個一個推一個 看起來是有先後 事實上是當下的 那因果是時間流呈顯出來的 但是每一個當下 都有當下的對跟不對 那對跟不對 不是我們現在的對跟不對 是不是如理啦 你每一個當下都要保持 所以早上我們為什麼要去講 隨時要覺知當下 這個才是根本的修行 根本重要 只要你覺知當下 當下把握對了 當下起正念 起絕躁 當下你就會隨那個緣 去展現你存在的意義 去做你該做的行為 就這個樣子 所以不管修道多高 其實還是空跟明 隨時老老實實 隨時自自在在的 這裡面自然不會有 那些有的沒有的 我們就是因為這個不清楚 所以一天到晚我我我 然後貪圈吃賣魚 完全去足 所以就這樣就在 所謂煩惱裡面打滾 好 那我們 我們繼續來修 翻到第三頁 我們頂禮歸阿彌陀佛 這個是 我的上師的傳承的一種念法 所以我就照著念 先用念的 等一下再唱 再唱 我關心 tekrar 需要iban 多焦點 多焦點 organized 線 ここ 再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念他的时候就是用这种声音带出来 带出我们那一份恭敬 那一份虔诚 那一份如小孩子一样的心 像跟小孩子对着妈妈 对着慈母那种心 你念一念你就会觉得全身温暖柔软 好像得到一股很强的加持力 所以有没有那些 也是看你的心起着什么变化 一切为心所现 一切为事所变 所以这根本的东西 学佛就慢慢学出那一份谦卑 那一份柔软 那一份恭敬 如果没有修 现在比较麻烦的是 学了有一点点东西以后 那个就不柔软 不谦卑 那傲慢就出来 那这个就很麻烦 所以修得越好的等于是一样的 刚刚我那个算是校友吧 他就是我第一次跟他握手 已经是应该三十年前的事 我第一次跟他握手 我就觉得这个人会成就 不是我有神通 事实上我敏感 人家跟你握手 那个使力要恰到好处 而且很重要是 那个要柔软 要温暖 我们身体如果有柔软有温暖 你这个人一定OK 一定是正面的 如果冷冷的 鼓鼓的 我不是说瘦不好 有些人瘦瘦 他还是软软 柔柔的 但是如果硬邦邦的 不好 冷冷的 不好 你的生命没有热量 你的生命不柔软 那这个其实也是一种 因缘的显现吧 就你的业力就这个样子 就造成你这样的身体状态 所以这个其实一点都假不了 那时候也只是知道校友 因为他那时候在这边当厂长 就也会来找老师傅 我们握过手 我觉得他也曾经握过一个手 那个手是什么 那手是一个小学的校长 那我们办那个儿童营 他来当老师 那时候他也不晓得我是谁 那我当然也不晓得他是谁 因为见面就互相礼貌上握个手 我一握到他的手 我就糟糕 怎么糟糕呢 他才小学校长 他跟你握手 跟你就跟你点一下 跟那小姐要跟你握手一样 点一下 一点都不热忱 一点都不争 那这种人其实不会太好 不会太好 那也不会太好 结果怎么样 大家我们也知道 不会太好 就有福报 当然升得快一点 但是事实上 到某一个程度就出问题了 就出状况了 那我们这位学弟校友 他就这么老老实实 真真诚诚的 诚诚恳恳的 完全凭实力来做事 所以他可以这样一步一步往上升 讲不好听 还拿不掉他 因为拿掉他谁来取代 我们存在呢 我们存在其实很重要的是这个 我们真诚的去把自己表达出来 不是我们都重要 但是呢 要弄到一个分量 人家想看你不顺眼 想把你移掉 他都要考虑一下 因为把你移掉 他麻烦更大 看你不顺眼忍受一下 还可以过 看你不顺眼就把你拔掉 接着下去 他的问题就很大 他的麻烦很大 我这讲的是 世俗里面 我们常常会碰到的因果 虽然我们都可以 不是那么重要 但是一定要有那个重要到 有点不可取代 你在那个位置上才会坐得安稳 才会坐得安心 那我想大部分人其实都是不可取代 不是只有某些人 这个老老实实的身心因果的 安住在当下的 每一个人都不可取代 包括你在这个法界里面 我消失以后当然不增不减 但是我在的时候 就少不了我 这一切也就是这个道理 因为都是空 空可以无限的大 也可以无穷的小 因为它没有体积 它根本就不是什么 小而无内 大而无外 才叫空 所以空你不能落到一个意象里面 你认为它是什么东西 就错了 所以空不可说 但是空可以体正 空不能想 但是空可以照见 所以这个修法的要领 好 接下来 因为我们一直在强调 你身口意都要OK 都要照顾到 那我们的口呢 呼吸 它最伟大 最妙 就是能够让我们出声音 那个气呢 在身体里面流动 不同的部位 有不同的音声 不同的声音 所以母音 子音 其实 就在讲这个 母音就身体里面发出来 有声音的音 那个 嗡 嗡其实不是母音 嗡 嗡是大概所有咒 前面都会有嗡 那不然就拿摩 所以这个嗡不属意 母音 接下来就母音 啊 啊 那开放开来 啊 啊 啊 嗡 嗡 嗡 有没有感觉到 你发这个嗡 的时候气在哪里 哪里在动 胸 胸部 嗡 嗡 就是心的上半部 嗡 嗡 那嗡 是心 心 很自然发出来的声 嗡 嗡 就是心的上半部 嗡 心的下半部 嗡 对 它的发声处 就在心下面 就是 这个 这个腹部 这个地方 嗡 嗡 然后 嗡 腦部 把舌头 往上卷 嗡 嗡 刚刚 嗡 已经是往上的 嗡 还要透过舌头 再用舌头力量 再往上顶 所以它是 更上 更上 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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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卷舌 嗡 是不卷舌 所以嗡 就比较 畅通一点 嗡 嗡 嗡 我们念的 嗡 嗡 是不是 上半部的声音 嗡 嗡 上半部 但是它在里面 所以这些母音呢 你如果仔细的去发它 每个音发到位 不要 阿 員 嗡 嗡 不要这个样子 发每一个音 都真正的 把握那个音 的出处 就是你的身体的共振 在什么地方 是怎么生成的 那你念过它 等于是对身体一个很充分 恭敬的交代 你把每一个音讲清楚 念清楚 其实就是对我们身体的一个恭敬 那 嗡 嗡 喉 嗡 嗡 嗡 也是喉 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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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单音 一个副音 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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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嗡的时候 全身就是圆的吧 所以发生嗡的时候 就整个腹腔 整个胸腔的声音 嗡 嗡 一般看到什么东西 有点惊呆了 嗡 就是整个都震动了 嗡 突然吓了一跳 嗡 嗡 怕一跳 这个心被震动了 所以这些母音其实很好玩 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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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 嗡嗡嗡嗡 那个脸就不好看了 嗡嗡 嗡 嗡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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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是发嗡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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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这母音你念完等于是从顶轮到蜜轮通通震动了 这个就是母音的庙的地方 我们来 有没有感觉 要真念才有用 我们一般修医会 通通在嘴巴这边完成 那跟你的身体的互动几乎没有 所以发母音就是透过母音活化我们身体能够发音的部位 都让它震动活化起来 接着子音呢 其实子音不应该有声音 所以我们在发它的时候 你把它重点发在发音那个部位 用心一点哦 第二个音第四个音都要加气音 那哈的声音要出发 嘎 嘎 要有那个气音 嘎 左音 嘎 左音还要用气 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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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每一个音尽量的念准确 其实就是要启动 我们所有发音 这很复杂的音声里面 都离不开这些止音 止音就开口音 开口的时候你震动了哪边的 出来就是那个音 我们再念一次 看这个音乐 下面一点都是卷舌 所以那个沙下面也变成沙 沙风景 后面那个沙处的沙 K-S-S 沙 跟我们有点不一样 我们是沙 沙 它是沙 它是沙 有卷舌 刚那个沙不是卷舌吗 沙 沙 不是沙 我念这个时候 那时候念给一个仁波灯 一个法王 我怎么念他都说错了 我说不然你念给我念 我学着你念好不好 他念一遍我念 他还是说我错 我也不晓得错在哪里 我说我明明念的跟你一模一样 怎么说我错 问题他在里面那些小动作 我看不到 我听起来是那个声音 这个当然也是一样 慢慢琢磨 慢慢推敲 那天有一个安妮来 他是大宝宝王身边的 也算是一个很重要的翻译吧 也是在讲这个 他不晓得这是梵文 然后他听我念很奇怪 那后来我说这是梵文 他才知道 他是用藏文在念 藏文梵文 虽然藏语来自梵语 事实上他还是有 不太一样的地方 那发音的方式 藏文的发音 跟我们中文有点类似 他是拼音没错 但是一次拼到底 就七个字 一次发音 一次发音 那那个梵文呢 跟西方的语言一样 他是拼音的 separate 什么就这样出来的 那你separate 要把它发声音 就好像 我们最清楚的 就是vajra 那个藏文就念成班诈 班诈 你如果念vajra 他说你念错了 那我说你班诈念错了 OK OK 这个母音止音 所以我们知道母音 母音就是 看我们身体里面 这个发声部位 去震动它 变成一个有声的音 子音呢其实是 重点都在这个 舌头 牙齿 嘴唇 它的一个碰撞 还有 在这个地方发出来 那后面还是要靠 母音来支撑它的 音的值 撑得住 好 接着下来 我们说法山记 就是实相记 也就是说 一切法都是由因缘所生 一切法要消灭 也要因缘不拒 或者因缘离散 那法就消灭 那佛跟我们讲了 四十五年的法 我们汉地 习惯了说法 说法四十九年 但事实上考证了 是四十五年 不是四十九年 四十五年 那当然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 佛不管他说法多久 也不仅仅这一事 累生累劫 都在讲法 法就是缘起法 法就是生灭法 而生灭没有自性 生灭是因缘的聚跟善 因根缘不正不减 因根缘实聚实善 有时候聚在一起 有时候分散 所以就表现出 好像法法不同 法法随时在变化 那变化呢 我们就说他无常 因为他真的没有自性 所以我们说他信空 所以我们说 你到底懂佛法 不懂佛法 就是懂不懂信空 懂不懂缘起 懂得信空 你就不会找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懂得信空 没有事 事项可得 所以你就 自然能够解脱 懂得缘起 你就自然会善用 一切的法 因为所有缘起 好不容易聚在一起 就好像我们 这两天在这个地方 其实聚在一起 没有那么简单 我们要下定很大的决心 而且要排除万难 我们才能来这个地方 所以也是这样 这个缘起在一起 那这两天 我们应该要怎么用心 怎么去调整身心跟观念 这个还是调整身 你比如说 一天不吃 跟你保证 一天不吃 绝对不会有问题 那一天不吃 绝对会有变化 身心 身体一定会有变化 先不谈心 那如果要谈心呢 以前是每一天都要吃 每一餐都要吃 现在不吃 没问题 所以心也改变了 身也改变了 身的改变呢 从比较胖 那个消化掉一点吧 一定会瘦一点 就这样身跟心 然后心的改变呢 本来好像一定要 然后发觉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不是说必不要 不要搞错了 所以我们常常修的时候 会修出那个 一定要怎么样 不是不是 不是要 其实我们是透过这个 修持慢慢改变我们既定的 既有的想法 所以佛在讲那个中道的时候 第一个一提出来 那个法剧经一提出来 一开始讲就讲 我们修行绝对不要落两端 异端就是要享受 异端就是要吃苦 要修苦行 异端是我们活着是来享受的 只要做这个两端不是 但是不是要你不享福 也不是要你不吃苦 所以这里面一定要弄对 不要落两边 你现在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们早上也讲过 该吃苦 你一定要吃苦心才会安 该享受 你一定要享受心才会安 所以吃苦享受没有什么问题 是在那缘起里面 它是什么缘起 现在放 我们这样讲好了 现在有这么好的灯光效果 有这么好的音响 你无声不用它 一定要把它拆掉 不需要了 现在在这边做得好好的 你就好好的做就好 现在肚子 不吃也不饿 对不对 以前就想说一定要吃才不会饿 现在反而发觉不吃反而不饿 更不饿了 因为你吃了 现在开始又想找东西吃 还要喝下午茶 还要吃点心 所以很多东西都不是对跟不对 就是那个缘起 在那个缘起里面 你怎么善用 怎么好好去拿捏 这个就是要修行 这个就是要有智慧 在智慧里面 还要随缘 要随缘 不是智慧变成肯定的要跟不要 必然的要跟不要 不是那个样子 这样你就会变得很硬 很讨厌 你自己变得没有弹性 对别人也一点弹性都没有 那个就很麻烦 但是我们修行如果不懂这个 常常就自以为有修 变成很麻烦 因为我有修 我一定要怎么样 不是把自己绑死了吧 然后你一定要怎么样 认为一定要怎么样 看人家不怎么样 你就看不顺眼 不是也让你很难过吗 让别人也难过 不需要不需要这个样子 真的学佛自在一点 那自在不是随便 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这个就是这个法身记所讲 我们来把它念一下 Om还是一样 一般他们藏文喜欢都有Om 其实真正的纯粹梵文 Om没有了 也没有 Svaha没有了 就它是一个字 Yedamahedubhavavahedunthesam Tathakatukhahvatthesamchahyo Nirodhahevanbhati Mahaslamana 变成一种咒语的方式 就要加进来这个 前面加Om 后面加Svaha 夜是一个鱼尾词 让你念起来的时候 好像比较有头尾 好 下面那个纵漫图 是如果说你真的也想观 那也可以在你的喉轮的地方 然后观想个白色的月轮 月轮的中间有个Om字 然后内面那一圈从下面开始 顺时钟 Om A A I I U U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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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全体的 平方的不是竖 不是站起来的 平方的 那平方的中间有个Om字 后面呢 有Om A E 顺时钟绕一圈 白色 放白色的光 然后接着呢 那个就是子音 也是从Om的上面 Om的后面 Om在我们的后面 后面的后面 变成 gon 那这时候呢 第二圈 是要逆时钟 为了保持平衡 你如果所有东西都绕一个方向 你久而久之会偏浓 这边绕这个 然后第二圈就绕 就逆时钟 所以从下面那个三角 那个叫尬 然后逆时钟尬 就这样逆时钟绕一圈 就止音 然后最后圈就蓝色 那个白红蓝 就是我们 佛部莲花部金刚部的一个象征 所以蓝色就是金刚部的 红色就是莲花部的 白色就是佛部的 这是一些知识一些概念 不懂也没有关系 但懂更好 也是一样 下来最下面那个就叫夜 然后顺时钟 就这么绕一圈 所以那个也算是 你如果想要让修法 修得很具体 有内涵当然也可以 OK 我是觉得我们 我们习惯 我们讲 我们中国人 其实不是台湾人 中国人也好 其实我们从小的训练 其实都不太具象 所以你要让你去观这些 几乎不太观得出来 但是你如果真的很静的时候 慢慢的训练还是可以 好 接下来就是修本尊了 就是让我们变成说在阿弥陀佛的法界里面 所以首先我们当然要顶礼这个蓮花净土的教祖 阿弥陀佛 所以我们刚刚讲过了 蓮花在哪里 就是还是在我们清静的气里面 鱼就代表气 所以它 当然我们知道那个实际的是长极光土 它就是一个大能量 一个能量的境界 所以当我们身心调到某一个 比如说你如果念佛念到一心 真的念到一心 这时候就打破 我们既有了这个对身心的执着假象 的以为它是什么 其实这时候是可以欺误的 不要怀疑 我们进不去是我们没有那个境界 意思就是我们没有那个条件 但这个条件是你慢慢去累积的 慢慢去熏习来的 南无阿弥陀佛亚 我皈依我顶礼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你是我的孤独 孤独就是上师 德瓦就本尊 这个要捲成 空心目 那也就是说我们真正的要相应 当然以阿弥陀佛为导师 以阿弥陀佛为善知识 接着要真的受用 我就跟阿弥陀佛学到跟他无恶无别 这就是本尊 那你要学到跟他无恶无别 整个过程里面 当然要有很多 在增上缘空心护合 随时在护持着你 所以包括我们现在 你可以想一想 你有东西吃 自然生出来的吗 没有 那你可能会说 我拿钱去买的 钱从哪里来 你有钱就买得到东西吗 不是吧 所以你要感恩很多众生 感恩很多众生 只要能够支持你的身跟心的 比如说我很喜欢读书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就是发最少的钱 然后把一个人一生里面精华 他的心得 就很容易就放进来了 那个是无家之宝 现在人很麻烦 现在人都不看书 现在的小孩子不看书 什么都查就有 什么都查就有 那你查到的通知是片段的 你没有办法把那个前后 真正的那个升华痕 那个东西直接进来 但是刚刚那个李教授 中午的时候休息的时候 拿了一段给我看 他说现在那个电脑的进步 实在是太离奇了 你说他秀 秀一段给我看 秀什么 阿弥陀经 阿弥陀经 然后他叫他 把阿弥陀经里面 这一段文字给你 那请你帮我画一下那个图 那个 接着DPP 马上就把它完成一副 不得了 庄严的不得了的 阿弥陀佛 他在那边说法 1250人 还是 都是大阿罗汉 他马上画出来 不要等待 很快 所以我们现在 现在人的福报 真的是太棒了 我们现在可以赶上这个时代 真的要善用 我们要成就绝命问题 很简单 要怎么成就 随时都用正念 随时都用感恩的心 你会在这一世 过得很充实 很精彩 一点都不会生气 一点都不会埋怨 因为我们实在是福报太大 因为这么大的福报才能受用 这么精彩的时代 还有这些这么方便 这么精彩的东西 还不值得赞叹吗 还会埋怨吗 你有什么好埋怨的 你的命真的够好 好到可以让你埋怨吗 真的 所以 转个念 你的人生态度完全不一样 那身心完全 当下就改变了 快得不得了 因为 已经转医了 你过去医的是业力 医的是无名 现在医的是实相 医的是空性 医的是无我 医的是清静 怎么还会有烦恼 不会吧 所以你如果医错了 那当然就永远出不了 因为医对了 随时都可以脱离 确确脱口 每个当下都可以用 接着当然就是 我们要学佛 当然要发心 要真的把 学佛这件事 当成我 永远生命的一种责任 或者一个 必然要做的事 所以一直到我们 登上了佛的果位 就挣到了佛果 那时候 才不用再 求什么 再学什么 再要什么 但是那不是 不是落空亡 而是到那边 其实一切都圆满具足了 不需要再 有什么 但是不需要再有什么 不是 什么都没有 也不是要丢掉什么东西 任运自在 那除了 一直一定要到成佛为止 那我成佛是为什么 其实成佛 是为了要真正的饶意 有情 我们刚刚说要感恩的心 第一个要感恩的 当然就是我们的父母 还有我们的医师父母 还有我们的所有师长 还有这些官员 现在整个时代很麻烦 很麻烦 这真正用心用力的 没有人感恩 那会在那边呛的 谁都怕他 就是鼓励 鼓励一个人不讲道理 如果说你是一个真正有修为的 其实不需要那个样子 不需要那个样子 一样 一样 我们即使给你再大的权力 都不要作威作福 要很诚恳 很低调 这样才会真正发挥 你在那个职位上的 真正的正面的影响力 让人家心服口服 而不是设意你的职权 不是那个样子 好 那么我们如果要做到这个样子 当然一定要用这个药 饶意众生的动机 要成佛的强烈的长远的动机 那你要成佛 当然就要皈依三宝 要依法才能成佛吧 依法奉持才能成佛 那要依法奉持 就先把你的身口意 来跟法相应 你的身口意 如果能够跟法相应和合 你就是生 生就是和合的意思 也就是yoga 也是瑜伽的意思 所以sangga 其实是一个 与法和合的生命体 就叫生ga 那当然我们现在说 生ga是生重 也对 因为没有重 自己没有办法看到自己 有重 两个的话会互相指责 互相排斥 三个会变成平衡 三脚 不管长短 三脚不管长短 它都可以放得很稳 不需要三根脚都一样长 你这三根脚 长短 它都可以找到很自然的平衡 所以一讲重 一定是三个以上 那我们在三个以上 才能修得圆满 所以离开人群 离开生重 想要独修 那其实 刚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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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才在 跟我就陪那个董事长来的 那也是算很熟 很熟 学佛也很久 很喜欢讨论 所以偶尔有问题都会来找我讨论一下 他刚刚也在描述一个出家人 当年是汉传的出家 然后后来学了南传 然后后来就自己躲到山上去茅棚 然后要地址 要什么买鱼买肉去给他 因为南传不强调吃素 大家要有 要有这个基本观念 他们不强调吃素 所以看到南传的法师 比较说 他怎么吃荤 吃荤吃素是你的事 他们心里面没有分数 但问题是你在台湾 你学佛 作为一个佛教徒 还是要接受台湾这边共事的规范 不要造成人家麻烦 造成人家烦恼 所以很多东西 当然我们一自我 一有弱势 我做这个没有什么错 我怕你讲 我 说做就做 我觉得没有什么错 那是你以为 那是你以为 你自认为 就我们刚刚讲的变弃值 这里面不是依法 是依他主观的一事 但是依他其 我们刚刚讲 事实是依他其吧 大家都期待你 不要吃鱼吃肉 我们就顺应众生的要求 真是吃鱼吃肉又怎么样呢 不吃又怎么样呢 没有问题吧 但我随顺大家 我慈悲 随顺大家 所以很明显的 我们要成佛 我们要饶育众生 你怎么可以做 让人家烦恼的事 这一问你就不做了吧 所以 其实我们就把观念理清楚 自自然而你都会做对 因为你观念清楚 对缘起真的升官 不是出家不出家 不是南传北传藏传 不是 那个都不是 真正是你的心 修行修半天是你那个心 到底有没有正确不正确 好 那在这里面 有正确的心就是智慧 体谅到别人有同理心 叫做慈悲 所以一切都智慧悲心 这两个要平衡 要随时共转 这一 要觉察到自己的真正内涵 更要普照到周遭的因缘条件 这样我们才能够修得 没有问题吧 如果太自以为是 太不顾人家的观感 你走到一半 可能就被 就被打了 就被fire掉了 所以这个一定要 不是对不对 究竟里面当然没有对跟不对 所以对跟不对 都是相约俗成 就共事 共事 你要认为不对就不对 人家认为对 就对 所以不是你以为对不以为对 但是这里面没有矛盾 大家认为对 不是究竟的对 大家认为错不是究竟的错 你认为对不是真正的对 你认为错也不是真正的错 我这里面就要讲缘起 讲里面 你是不是有业力习气的因缘在里面打转 有没有如理如法 这个才谈得上智慧 要修行 就是要在大众里面修 所以一定要慈悲 这个都对了以后 剩下来当然这样勇猛精进 我们早上也讲过了 精是直 对了 进是量大 重直重量 刚开始要变 要不好的直变成好的直 进一步才把少的量变成大的量 这个就静静 才能圆满 所以现在我们在佛陀的面前 我生起这样的发心 这样的发心 这样的观念 一直保持下去 一直到成佛 当然成佛的过程里面 你一定都在饶益众生 但是那个饶益是一个善心 不是究竟的饶益 你要真正的饶益众生 必须你成佛以后 才真正能够 毫无瑕疵的饶益众生 我们现在都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的智慧跟福报 真的没有那么高 所以还是不断地用功 不断地往前 时间又到了 嗯 阿 云